大请额掌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以议 即教观刚中和说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 各位沙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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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居士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上 我们昨天跟大家谈到了 多丈众生念佛观 在讲到多丈众生 怎么念佛观之前 我们提到了丈分内丈 内三丈跟外三丈 那么这个三丈 三丈诸烦恼 我愿消三丈诸烦恼 这是总丈 也是外三丈 为什么叫外 因为修与不修都在 现在我们文上提的 也是我们大师在摩赫子官当中提到的多丈 或者是传统生文教法当中所提的丈 所谓的多丈众生 武庭新观所谈的丈 那是指以内三丈 内三丈是什么 内心 内在已经准备修了 那跟一般凡夫修与不修都有的丈 那是不一样的丈 所以那也是三种丈 那三种丈直接就是妨碍你修行 这我们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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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堂课呢 有跟大家提到 那么但是我们讲解它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也不宜 直接就单纯的只讲这个内三丈 这就好像我们常讲呢 这书哪怕是经书 也是有应激 讲解佛法也是得要应激 当然我可以这样我轻松啊 那么就就带一下 就文就在这里 但是呢不一定应那么多激 何以故 我们现在 这个不能说自认怎样 我们都要从凡夫不修 无修 状当当中 进入到慢慢的懂修行 这第一种 所以我们要从外讲到内 这第一 第二 确实的 他本来修与不修都有的丈 那当然了 修与不修 当然修还是有这个底蕴的丈在那里 无论是内三丈讲的这三种 其实我先告诉大家名字 第一种 睡眠昏尘丈 第二种就是恶思绝丈 第三种恶境界丈 记得哦 这就是内三丈 这三种障碍 哪一样不积底于这个外部三丈 你要没有业障 暴障 你要 你要没有业障 暴障 烦恼 你要没有烦恼 你就不会动那么多念头 不可以动那么多念头 不会动那么多念头 你内心就不疲累 不疲累 真正用功的时候心就不散乱 不散乱你就不会怎么样 不疲累就不会打瞌睡 就不会昏睡 那心不散乱就不会昏沉 就不至于 其实这里还包括吊举 但基本上吊举方法好处理 你的昏睡什么办法都没办法 要睡到茶了 睡比吃得好你听不懂 睡比吃还好 是这样 有人采茶 满茶 采茶的话都在冲那个春天 时候到了的那三天 三天一过那个茶清 又就老了 茶清就老了 特别是一心二叶的茶 坦白讲啊 我很少喝到一心二叶茶 那也贵了 贵了 有人都说 输了这好茶 真正拿出来都这样 泡出来都一支这么长 那骨子都这么长 我没便宜了 你说会外味吗 那如果丢丢不住就外味 我们有师傅啊 喝茶喝到胃出血送急救 辉师傅你知道是谁吗 不是你啦 所以你现在最近也常喝茶 我知道 我看你还可以 有人喝茶 说谁也没关系 就学师傅 学师傅 红学师傅 你不认识吗 认识啊 这样 他现在生死未卜 那 当家师傅你有没有跟他联系 没有 没有 生死未卜 卜得他说 薛师傅 人是很好的人 非常直性格的人 然后他喝到 喝到胃出血 那么这一星 一星二叶很少喝到 一星二叶差不多这样而已 一叹两叶啊 你会想 对不 那幽默了啊 你把他扳你的两叶 他那是一叶 那叶是这样 浓浓的 幽默的 那真的是怎么样 那是向阳的那个 最有气力的 出哪地 好三天过后 那个价值就跑掉了 那真正照查这么讲究 这么讲究 你知道吗 三天当中不会睡觉 不能睡觉 不能睡 不能睡 整家的人下去采 因为我三叶都他们家的啊 那鸡菜一斤 鸡鬼 如果比赛下去 那一斤拿几万的呢 那十斤就十万呢 那一年一趟拿的 哇 这如果鸡堂掉 那怕人呢 担命啊 三天 三天完了 采完了 全家人吃饭喔 全家人吃饭喔 五六个人喔 嘴里寒的饭喔 全部睡着 起来的时候 嘴巴里的饭酸掉 到这个程度 我没骗你 我轻耳听到 他说不要拼了 叔叔 不要拼了 我一直跟他说 我还有了 不要拼了 不要拼了 他才这样跟他说 全家人一起睡着 包括那个长弓也睡了 就是这样 然后起来嘴巴的饭是酸的 我讲这个什么意思 我说世间人要赚钱 都可以这么拼命 修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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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一日后 不可以了 我现在要回去 不想 知道 当然 我们修行是比较长远 不是像要用冲的 也不是这样抱苦平和 也不是这样 以前那個榮師入在佛學院 我跟他講說 以前我施工都要求人家多拜佛 多消業障 他跑來跟我講說 舅長 那我要多拜佛 我說好啊 我想說他得僵職性脊椎炎 他頂多就拜個滿 那時候我只要求八百 一天八百拜 你知道他給我拜到多少 一天拜三千拜 我說變彈簧腰了 哇 你的天才 我現在可能沒有人破紀錄 是這樣 所以你看他那個僵職性脊椎炎 所以你說你要知道 出家人就是給我身體保護 喝糖苦苦 怎樣 僵職性脊椎炎很多人說 活不過四十五歲 他硬到這樣子 這樣 他活到現在一張好好 沒錯 換到現在 所以值得讚嘆 但是他這樣死命的拼命 不要命 所以你要知道啊 你做個修道人 你要消業障 你拼命修 護法神就拼命護你 就這樣 那高峰禪師不也這樣嗎 故事講很多次 自己去查就知道 也是這樣 咳咳咳不死啊 他去控告 要下來死啊 也是懺悔 怎麼講 出家人的懺悔值千金萬金 高峰廟禪師啊 我會說台語 你在說什麼 在哭在台語 高峰廟禪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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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金碧峰那個峰喔 是高峰廟禪師 高峰廟禪師 他就這樣 他就在禪堂裡天天打瞌睡啊 他就是這個修行帳 修行帳 打瞌睡啊 就是第一帳 他氣起來啊 去跟常住 他去跟那個堂主 一天到晚被堂主打 打香板 打到他自己都不好意思 你要打香板很大聲啊 啪 啪 啪 都會嚇到旁邊的人啊 人家說 整組都只在你家裡打 整組的人 其他香板是大聲不喪聲 是怎樣打在這裡 打在這裡氣會通啊 這鼓人很厲害 實在是 這裡沒骨頭喔 不是打這裡打那會痛 這裡 這裡有一塊筋嘛 有沒有一塊肉 這裡剛好是上那個 後面兩大血管上去的地方 所以 很大聲 很響 很大聲很響 但是呢 氣會通一下 他就這樣被打被打被打 後來實在是太丟臉了 他去坐在懸崖 坐了一個禮拜 真的 嚇嚇到 他真的 沒怎樣 但是他睡得太嚴重了 他起傲慢心啊 不是傲慢 是高傲 驕傲的心說 你看 法界當中 像我這麼用功修行 不怕死的有幾個 那個潔蘭菩薩跟他講說 說 你喔 太誇高了 你太誇高了 這種 像你這樣修行的小case 橫河殺那麼多 你這麼 你這麼 傲慢喔 我不護你的法 他是因為怎麼樣講這種話 是因為他摔下來 他前七天做得好好的 就是這個 所謂的睡眠障 他氣起來要治啊 要治應該要學我們天台中講的 就是 就是所謂的古德教 在經書上教的 他沒學 這這個 就是 或者是他有學 用不上力 他應該觀佛三十二項 一一項他觀得很清楚 專注的觀 我跟你講真的有效 但他就 不知道還是沒修我不知道 他就老驚 老驚老輩打相反 打失敗了 乾脆去做懸崖 跟他拼了 結果呢 前七天喔 還驚得住 你懂嗎 人就是這樣 你能用功多久 所以我跟你講不要去住三 住三你能用功多久 我會說要戴山 最要戴到最後是 駕名在山上 人都在山下 看旁邊比較方便 跟信杜開港比較方便 畫園也比較方便 都是這樣啦 所以喔 你自己一個用功 是要用功幾道啦 像煮飯你就爛了啦 我跟你說 今天青菜豆腐 明天在豆腐青菜 後天青菜炒豆腐 大後天的豆腐乳青菜 你還能變什麼東西嘛 是這樣啊 不過當然啦 你用功還 你自己要定功課還是可以啦 這要上路的人啦 上路的人 那很多都不上路啊 我在埔里 我自己也住三喔 我在埔里啊 我在埔里的時候 結下安居 那恰恰嗎 我那個學生帶我 那法師還在那裡 那法師啦 法師 法師後來 後來去別的地方了 然後呢 到處帶我去 參訪那些毛棚的人 常常說 參訪十家 沒兩家在 哈囉嗎 那兩家在的是 剛好他回來 被我遇到 是這樣 不在的呢 不在的不是一般的不在 那個門前都 褲褲褲褲褲褲 你聽到嗎 是這樣子不在 是這樣 但是有一個住在我的毛棚後面的 那是法谷山下來的法師 大學畢業 喔很不錯 很不錯 他特別對我有好姻緣 他說他在最辛苦的時候 他就是聽我那個念佛記 把他帶過去 他說都打動他的心 喔我聽了也很高興 他這個很優秀 很優秀的出家人 可是呢 那個時候跟他聊 沒感覺他發大心 沒感覺 就是他顧自己 這樣 然後就這樣摔下來 七天勇猛 第八天不行了 這麼勇猛的高峰妙禪師喔 不怕死喔 就這樣掉下來 掉下來的時候被護法神接住 誰啊 他說我乃護法委託 你如此精進用功 讓你 我要護你的法 他就這樣起了個慢心 說像我這麼用功的有多少 結果 乃尾托說 算了 我來護你的法 讓你起慢心 一劫不休 不護你的法 一劫 注意聽喔 我要講這個故事 一劫不護你的法 我上一次講過這個故事 但這個條件沒講到 一劫不護你的法 他做上去之後 他想 啊 是啊 人家 我這個有夠 有夠 我這個念頭有 這就是起二師訣 第二章 起二師訣 我有夠見 他就感嘆自己 他那個傳記有寫 他說他很感嘆 阿四三啦 現在已經沒有人護我了 再活著沒什麼意思了 修不起來 再活著沒什麼意思 再去做 那起大慚愧大懺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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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下去了 他想 啊 好啊 這次都輸了 嘻嘻也說 砰 又被接住了 哪一位 該不會換前欄了吧 他說我乃護阿偉陀 他不是說一劫不護我的法 喔兩劫 他說兩劫這樣 他說啊 你出家人的懺悔心 重過千金 願意懺悔 佛有明訓呢 這就是我剛講 出家人懺悔 這不是在家啊 你千萬要記得 你不要看他只是剃頭而已 做個沙 律上有人問 沙咪沙咪尼 未受五戒 只是法 形同沙咪沙咪尼 可不可以受 十方供養 世尊說 但有其相 即能受供 他說我這個相 百千萬劫難得遭遇 以此相功得固 相就可以有功得 我想問你 哪個赵英哪哪個 Slovenia 哪個澳 ni 不需要 rented 大門 rented 不需要牽 televie 你要去做粟爪衣 他要去那уд 光這個念頭你就跟不上了 你不要去看見 你不能装腩大 哇你선咪尼的 你선咪尼 比不過你念慢心啦 护法神几节就不护你了 大修行人都这样了 你起慢心你怎么修 你要跟人家比 论对错出家人对错 自有护法神处理 不用你来干涉 你要搞清楚 结果他就委托福少就跟他讲 你因为有惭愧心 我再护你了 后来高峰妙禅师成功了 修成了 他修成有两个助援 第一个就是勇猛精进不怕死 第二个助援你知道是什么 不思议的大细心 在高僧传当中非常多这个例子 都是出家人感应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还有一位才好笑 他整天混 不辞戒 整天就是 去咪咪咪吃咪咪 美食燈 society 就找人 找人 找人 约人去干嘛 要去干嘛 是这样 但是呢 他就一件事情没忘记 每次吃饭 嗯 吃美食 upgrade时 在那裡賣的那個 共養夫 共養法 共養簽 共養一些眾生 那麥米都 都有說婦法神 結果有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有個婦法神來 就這一個來跟他講 欸某某師傅 我們可以先參想一下 有沒有怎樣 你喔 你可以吃飯 別再要共養了 不要再念共 我說為什麼 我說我吃飯沒有共養吃不下去 你喔 我就是專門護持你吃飯的那個婦法神 你每次吃飯都有念共 我都得要護你的話 可是你什麼都犯光光了 我們其他師兄弟那個婦法神 護你別條界的都走光光 因為你都沒走那條 因為單一界一條護 一個婦法神 兩條界 兩位婦法神護 就叫別別解脫 那其他界 當然大界沒有啦 沒有犯啦 那其他小界你都違犯光光 我們那些師兄弟通通走光光 你就這條小界還在守 害我不能離開 你拜託的 你這條 如果不會齁 你這條會哭哭的 這樣齁 你也請我也請 他一聽 他一聽 蛤 真的有戒神喔 我害我 我在坐坐呢 他去唱歌 從今而後感應到焦 嚇壞了 驚死 唉唷 我親菜小小的 真的想我有給我 我 我真的想我得到一堆 你看 你要懂你就知道 你不敢隨便做壞事啦 你不敢隨便起惡心啦 你真的是這樣 當然有時候是 你的情緒啦 怎麼樣 那沒關係 但是你不要把它當真 你把它做死了 你就是一點慚愧就沒有 那婦法神對你沒辦法 他就沒辦法護理 他就這樣子在夢中嚇壞了 知道這次有感應 知道乃至出家人 最唯系的小小界都有護法神 所以你想想看 出家功德多大 功德多大 不要輕易 也要發大心 年輕人 要發大心 那所以咧 這都是什麼 剛剛那個叫 剛剛那個叫睡眠障 這個叫禁戒障 禁戒啊 戒律的禁戒啊 你就不死手啊 剛剛還有 這裡講的禁戒障還有一種 就 起那個莫名的惡心 坐在那裡 突然就發現頭不見了 外腳咧 不可以了 為什麼 在那天就幾個你給我叫 我正我是 我正我是 你忙阿婆 想你給我叫 是這樣子 遇到這種鬼神 那個禁戒逼迫 害怕 或者是坐在那裡的時候 老是有黑影什麼的 老虎 獅子虎狼 說起來又沒有 要不要晚上睡覺 鬼魅 什麼的 就禁戒障 所以這一切是 有在講這一個 是的 這正大修的時候會這樣 所以世尊 在神文教法當中要伏魔 就是伏這個禁戒相 當然這我們初修的時候的禁戒 跟世尊那種禁戒當然 世尊四線是什麼 世界那個 性柱 初柱 初柱菩薩的那個什麼 見法性 成這個什麼 肉身應身佛的這個 原教 原初柱的這個性 這個正所正的相貌是不一樣 他視線 在人間視線 否則視線 見什麼 見原初柱的佛 已經現實相了 四十二位法身入了 這樣的狀態當然是 我們當然是不一樣 這裡講的也是不一樣 不過呢 程度差別而已 那都是魔相 那都是魔相 自己要知道什麼是魔相 什麼是魔相 好 那麼 這實在是 今天網路都這樣 我來看看 不管他啦 好 那麼是這樣 所以這個都是仗 總說剛剛簡單的帶一下那個所謂的三仗 內三仗 好 那麼現在我們繼續講外三仗 上一堂課沒講完的就是什麼 夜仗 暴障 煩惱障 煩惱障 煩惱障最恐怖 我說修 這是外部仗 也是通仗 通圖的仗 修與不修 道人非道人都有的仗 夜 你造業所形成的仗 造業所形成的仗是 現前造業現前受暴 過去造業今生受暴 累劫以前造業今生受暴 今生造業未來受暴 今生造業下一世受暴 今生造業未來無量劫 因緣現前才受暴 有好幾種 所以沒有那個所謂的 我會拍攝人 多好 吃好 要過去有收 要過去有福 這個不是開關 這個也不是對價關係 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因緣 緣緣 逆徵上緣 還有獨頭的這個所謂緣緣 好多種緣 這個六因四緣 這個很多種因緣在裡頭 所以不一樣 時間 久 戰都不同 今生造業 未來受暴 今生受暴 下一秒鐘受暴都可能 你比如說 當年佛世的時候 有那比丘尼 有那個不是比丘尼 有那個比丘尼 有那個比丘尼呢 因為出家這個酒 但是他對世俗理解 他比較沒有那麼樣子的 那麼樣子的這個 好像說去招呼 結果呢 扶持他的居士呢 就起惡念 起惡念的時候 後來就大家翻臉 女眾很容易翻臉 翻臉了之後呢 他就罵棒他 罵棒他 罵得很難聽 結果 有一個阿羅漢走過來 就跟他講說 你喔 要趕快懺悔 他是修行人 你這樣罵了這麼大聲 罵了這樣 你會受暴 他不聽 連那個出家人他都罵 結果呢 三天後 身陷地獄 地獄門打開 身陷地獄 原來罵棒得太嚴重了 還有一個比丘尼 更可怕 也是有的 也是類似這樣 他是棒戒律 這個在家的是棒出家人 都是這樣 那是縣市爆 那種基本上就是怎樣 經上有說 那種就是讓他未來爆輕一點 縣市馬上出現 你越看不到的爆啊 你這樣美人這樣喝喝啊 現在偷人家東西也好好的啊 你以為賺到 我告訴你 越不早爆 越 將來的爆 越嚴重 黃俊雄有說過呢 布袋戲黃俊雄有說過 怎樣 黃俊雄裡頭的 藏鏡人有說 灰師傅你聽過吧 早出早死 晚出晚死 就是這樣 早爆早好啊 晚爆完 你就很慘 越晚爆你就越難死 真的沒錯 黃俊雄的布袋戲 有很多佛法道理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他因為跟古人學 我有去訪問他 因為姓師傅跟他是遠親 我們本姓師傅是跟他遠親 黃海帶我都有跟他一起照相 黃海帶 台灣布袋戲太陡 九十幾歲耳聰慕名 看到我好高興 還順便唱一段 那時候沒有錄影 那時候都用那種很 一般的那種那種手機 還不是智慧型手機 啊 沒錄影 很厚 很厚味 還有啊 我最崇拜的 世卿 口海如心流 超愛聽的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太多了 我現在有一整張他的 他女兒就 啊 就同仁啊 跟媽媽還是不一樣 他好聽 後來他有再出來唱 厲害了 七八十歲還能唱 實在厲害 所以人家那個老一代的歌手 真正是正功夫 不是靠電腦修音出來的 厲害 啊 我就問他 我說啊 你怎樣 漢義說那麼好 他說沒有啊 他就這樣跟我講 他說沒有啊 那就跟那個等念師傅一樣啊 他要給雷音保鑑嗎 知道 慧音保鑑 雷音保鑑的人很少 這四年都會出來的 也有人吃酒 只有那個雷你 你也沒出來 會 那雷頭做雷 雷音保鑑 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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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那些禪師作家把這些道理寫在故事裡 他就是用這種方法進行國民教育 當然呢也被清朝改造多 也被清朝改造了 改造了好多 他國家想要的透過宗教的方法自入性行銷 也有這樣的 這個就不提了 佛法要恢復的話 必須把這個東西釐清不是丟掉 那個也有他世俗的因緣 但是呢可用的保留 不可用的修改 但是佛法那就不同了 佛法的戒律不隨時間改變 佛法的戒律不隨空間改變 因為那是正片之的佛所立的 為眾生 娑婆眾生所立 除非說佛眾生變聖人 不然說佛眾生就是適用 戒律的概念一定要懂 他不同世俗 所以現在有一群人講說 戒律要隨因緣改變了 那是在放佛放法 放戒律 也是在放生 因為生在行戒的啊 你生前行那個戒律他在放 我在講八禁法不是我要自肥啊 八禁法誰能自肥 但八禁法是世尊講五部律 所有的大聖經小聖經都有提到八禁法 只是文不太一樣這樣而已 我跟楊教授共同翻譯的那本 英文的那個愛道經 後面還附了一大張總表 為什麼不去看 什麼什麼什麼哪個阿羅漢編的 阿羅漢都是大聖人 他是小乘聖人也是聖人 阿羅漢是各個集結他的戒律 他認為不相信的他就不集結 才會分數五部律六部律的 各自集結他要的 大家都集結八禁法 代表他們都認可 這是真的佛說 後來人家問了應孫老法師 那我說對啊 我們什麼時候說他非佛說 那個誰 靜心長老寫信去問他的 這信都在啊都公開過啊 屈然敢撕毀八禁法 這真的是荒唐 荒唐 這次會遭暴的 我為他懺悔 這是不對的 佛的戒律是佛法的基礎 啊你這樣 這個是很可怕 那這個的都是什麼呢 都是夜 都有夜 所以夜是通途很很範圍很廣的 都是照出來的 那暴呢是一夜而成難轉 一夜而成 生兒為暴為畜生 暴為地獄 暴為天人 這就暴 這第一種暴 第二種暴是在暴中得暴 你比如說你生兒為人 結果暴得這個男生 男生當中又暴得外國人 外國人當中你難修行 因為佛法難聞 暴中有暴 你會隨順這個暴為本 所脫下來的就 你看美國人跟台灣人 跟什麼人在佛法的接觸 因緣上就大大不同啊 是吧 很多美國的居士 你是誠懇啊我知道 但我也愛莫能助 哎呀法師你要來啦 來我們這邊弘法 我們這邊很渴望 我當然知道啊 不是美國渴望啊 日本也渴望啊 也在跟我談啊 香港也渴望啊 新加坡更渴望啊 但你們要求法 我也沒辦法 是不是這樣 我是一個人而已 我又不是釋迦佛 能夠分身 是吧 所以沒辦法 這就是法 你當時你選擇到美國移民 就得以這個選擇為根本 以下的事情跟根 幾關就關掉了 你選擇留在台灣 那就是台灣的因緣 你也有台灣人移民到美國 或者甚至台灣人到新加坡去的 我們這次去 上一次去也是有的 這就是你的選擇 對不對 這就是暴中有暴 那麼這兩樣 最終不修行或修行的人 都會顯現在外的 第三個就是煩惱障 暴障呢 是暴中有暴 沒有錯 那障礙就在那 你知道嗎 你在一個佛法難聞的地方 你就工作在那 投胎在那 你怎麼的轉 你轉不難 難轉啊 你知道嗎 我現在上課 現在是下午兩點 下午兩點半三點 美國呢 凌晨兩點三點 你怎麼同步聽 難啊 除非你是暗公鳥 對不對 暗光鳥啊 暗光鳥我們這裡有耶 好大一隻喔 暗光鳥 他是保育類動物 除非是這樣 不然呢 他是晚上才出來 那 譬如除非是這樣 不然你沒辦法聽 這就是那個暴造成這個暴 是假的 佛法就難聞了啊 這是暴造所稱 但是煩惱障呢 通通基於業障暴造 啊 所對應境界之後 無量無邊障 就出現了 他包括 他主要的是 來自於五陰四聖 五陰 色受享行事 色法 貪愛 男女 名利 財富 這就是色法 色 色 種種的聽聞 種種的眼見 耳聞 然後心中 不笨 心中不滿 憤憤不平 起貪稱之 色 或者是色 看了 色了之後 貪愛不捨 就是起貪起稱啊 無非還是這樣 想 離境界 獨立想 看了境界之後 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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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想不止 我要那個錢 我要那個什麼東西 我要那個東西 我要那個 我去看了那個鑽石 我好喜歡喔 欸 台灣有一個鑽石農場 二十幾天就長出一顆鑽石 肉眼分不出來 它是真鑽假鑽 那這是未來量子電腦的 矽晶片 現在台灣已經在生產了 已經準備下一代電腦 大概在三年後 它就大量量產 一顆鑽石很pure 比真實鑽石還要pure 雖然它在光波分布上 會是跟真鑽石不一樣 很奇怪喔 還是不一樣 但是呢 人肉眼幾乎分不開 所以它還是沒辦法混亂鑽石價格啦 因為我看過那個光波真的是不一樣 但是呢 好在哪裡 好在它將來可以做 量子電腦 用光 就光學電腦 光學電腦的速度是怎樣呢 是現在電腦的幾百萬倍 還是幾億倍這樣 比如說現在計算宇宙生成 用全世界的超級電腦合到一起算 算三個月 今後只要一個桌上型量子電腦 三小時都算完 嚇不嚇人 以後日子不知道怎麼過 現在手機這麼強日子都快忙翻了 那你以後日子不知道怎麼過 這麼厲害喔 全世界的目前有的 超級電腦全部集合 台灣也有一台 全部集合 在雲端計算 共同計算 三個月的東西 它三小時 甚至於 甚至於三十分鐘就算完 你看可以快成這個樣 這個就是由鑽石所成 而你燙愛鑽石嘛 那這個就將來就會燙喔 也就是這意思 許凡這一類 那就是五陰赤聖所成的 色受想 行是什麼呢 動機 想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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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說比較慘 糖沒吃比較慘 有人似糖成性 糖喔 似比麻菲還可怕的致癌物 有這麼一個說法 但不曉得真的還假的 有這個說法 不過話說回來啦 糖是很好的防腐劑 這也是真的啦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癌細胞特愛糖 不要愛鹹特愛糖 是這樣 所以喔 灰師傅啊 當初就跟你講了 不聽我勸 以前我跟他討 他現在都買來 他現在買了就買兩罐三罐 那個是什麼 那個啊 以前約了你千萬歲 珍奶 珍奶茶 我會給他討 我調醫後給他討 喔 有時候喔 痰痰痰都不會給他吃 不 不 不 買給他去 有時候他如果這樣 心情很硬的時候 他就買兩罐來給你 那痰痰痰 痰痰 啊 法這麼多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都吃茶 又很好 好茶 都會喝一些小孩 就是這樣 就說想要喝想要吃想要怎樣 还有有些女生她那个什么 内心压力大 女生这方面业比较重 这是没办法 我说过少修五百事没什么 但就近端来比它会有什么 因为近端比距离很小 它会看起来有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女生喜欢吃 喜欢吃零食 你知道什么吗 人类在自我感养成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棋是叫做口腔棋 口腔棋是什么 就是妈妈在哺乳的时候 小孩子 小宝把手拿下来 有那个大人老人 他一紧张起来就咬指甲 这就是口腔棋 没问题補 没问题補艰苦 他一紧张起来就咬指甲 好安全喔 好安全 口腔棋 他要吞咽 他要吸引 你看那小孩子有没有 要去上課有没有 吸奶嘴 小一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 还有那个吸奶嘴来的 小一 后来妈妈看他被人家霸凌 被人家嘲笑会被霸凌 笑他这样子带奶嘴来 最后他突然上課就这样 就这样 口腔棋 口腔棋转成大人的时候 这女生有时候压力大 感情压抑压抑怎么样 他就吃吃吃吃 你知道吗 我没骗你 我以前在清凉室有个学生 最年轻的就是那个静音 现在四十几岁 初来再六个 我那天我说静音 你现在三十几岁 他说 真有十 我四十岁了 你跟他说三十几岁 哇 我觉得老到这么快 十六岁来现在四十岁 你想想看 小肝 阿 阿彌陀佛 日记是知道 够很快 那第二年轻的就另外那个 女生都忘记了 他来得很神经质 你知道吗 我容许他边上课边吃减僧丁 没办法上课 英师傅有这种人 真的有这种人 他就是 他就是顶不住 这样啊 以前被霸凌了 心理压力又莫名的大 在学校被霸凌他会恐惧 所以现在上课又会恐惧起来 你吃那个减僧丁 就吃到碎叠碎叠碎叠 比如说那个什么 那个吃那个喉咙的汗子的那个东西 可以怎样 八仙果之类的 对对对对 吃到没败 这样有时候给你補 这样 一个学习才改过来 我叫他拜颤 叫他拜颤 噢 那个业障是可怕 这就是烦恼障所起 烦恼障 他现前起来 没上课没事 上课就这样 烦恼啊 烦恼障 还有人很精进用功 但他是因为烦恼精进用功 这也可以 但是那个都这样 跟谁在作战 拿什么在作战 拿念佛在作战 这样 这个呢 刚开始还是可以 但不能长久 长久难得利益 他会累掉 因为他不是真用功 这也是烦恼障 烦恼有时候转变成像修行的样子 那有时候烦恼障转成暴障 我曾经参加过那个残妻 坐着坐着坐着 旁边有个女众 嘿嘿嘿嘿 就跳跳舞了 坐坐就跳舞 那就是他的烦恼 因为他一直去找老和尚 一直问东文医 老和尚就呵斥他 他没得到消解 他就在那里乱想 把烦恼障转成了暴障 就开始讲话 变男生的话 我干嘛 那个外力就进来 因为你有幻想 你一直跟那个东西 一直幻想 他就进来 进来之后看起来 好像修道的话 总是会带着怪怪的东西 总是这样 因为你内在结烦恼 那你又 你又自卑 或者不是自 或者是慢心 自卑翻慢心 翻慢心之后 你就要想 一步登天 我比谁行 就遭感外神 外鬼 或者是 假借神佛的名义 进入你的身 讲出话来都颠倒 我们就有个局势这样子了 我去的时候 他还帮我加持 我去的时候 加钱啊 没办法 老尼斯 老尼斯还说 你去的时候 那个念珠要带 我说我都带着啊 我只本来要给他带的 结果 来 我给你加钱 讲的话 好像佛法 其实都不对 慢心 都是慢心 那个慢心的背后是自卑 想要收乡 贏人 你听不懂 他不是真的想要收乡 那是很可怕的业障 烦恼障 那是烦恼啊 那是烦恼所成 你不能看你看你 我保留你看这个 福利很多 那眼神就怪了 好用功哦 还要收波周三妹 我出来我就把 附近的BQ说 我说 你感觉有谁 你给他放 不懂 不懂什么 波周三妹 他一定中麻 他不知道 那都已经不对了 讲话都 说话都不对了 他还说什么 神来了 怎样 他那个不是大忘 因为那是他真的着魔说 或者妄想说 是这样 这一类的背底里都有一个 想要比人家强的念头 真的修行不能这样念头 那达埃喇嘛的老师 曾经在一本书上我看到 他说啊 藏传佛教也很多这种 因为藏传佛教有护法神 也是很近的护法神 都会招感的来 很多修道人就想一步登天 因为他看到人啪恼 然后呢看到人家那个 人啪恼这样 人家护勇着 拿着寺院就给他怎么样 他心里头就 他在人家手下做事 他心里头就觉得说 我要赶快修跟他一样 糟糕 得名利心 他就特别修护法 特别修护法 修到怎么样 修到团作的时候能够浮起来 肉身悬浮哦 那很厉害了嘛 对不对 跟我们这个什么 跟我们的地球一样了 你看看 都能悬浮了 都能悬浮了 哪有呢 哇 讲佛法 一百句 对九十九句 阿弟 一百句 有没有错 也没错 但带着慢心 这样 他就说 修到人最怕这种 内在隐藏了 以精进 以用功为名义 其实是自卑 或者是慢心比赛 修到比赛 所成 的这种修行项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禅修的时候 就是这个 那个女众就是这样 来的时候就一副那种 我是老修行那个样子 果不其然 三天就挂了 后来人家还把他抬出去 这些看很多 这就是烦恼杖所装出来的 修到项 烦恼杖最复杂 最复杂 还有烦恼杖呢 会以什么为表现 会以持戒为表现 会以清净为表现 清净不是很好吗 才不是呢 他那个清净 就像禅定一样 戒定会 哪一样都可以拿来 让他自我标榜 他是为了自我标榜 这样 背后里头都是慢心 他看起来很清净 这个也不要 那个也不要 有一次 在 联姻室 老人家跟我讲 祁堂 他要小心 我知道 我点点头 干嘛 见了老子上 就顶皮 拜到这里黑黑的 还脱皮 破皮 拜到这样 我长老说什么话 他就磕头 老人家跟他讲 不用这样啊 磕头 然后呢 你问他一个什么 扫把放哪里 他在那边洗澡 不是洗澡 洗碗 你问他说 那扫把 他是师父啊 我们大家请问他一下 有时候被收来收去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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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怎么样 我不是要跟你开工 我是跟你问一下 手机放在那里 我一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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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出了家 不 后来我也出家了 在清凉室 没多久他来找我 像泄了气的皮球 他也出来啦 他也看不惯他师父啦 简单讲就这样 人家好用功喔 看不惯他师父 他就出来 他出来自己住山 住在花莲 有一次我知道他 我都老人家的那个老姓 老弟子们 我都会去 我出家以来 有时候经过哪儿我会去看一下 那我都是他要讲起来都是我学长嘛 我会探望他供养个红包 或供养一个什么 一个好的香 怎么样子的 那我就去了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不但谦卑下来了 惭愧下来了 还跟我讲了 他说以前 这个 还会嫉妒你 因为我在家就在联姻寺讲经嘛 还会嫉妒你 我说没关系啦 不要这样讲 这个我也是业障重 才会让你这样子啦 他跟我讲 他说啊 他出家以来 出去了 也看不惯联姻寺 怎么样怎么样 出来修行 出来修行 以为自己很行 我还断食怎么样 后来大白天 爬楼梯 爬到第三阶 整个像鬼 把他看盖脸一样 慢心嘛 烦恼重 他的慢心看起来很用功 他正在用功 正在闭关用功 整个人天翻地覆这样摔下来 躺了两天 还好道友去注意他 他住谋棚啊 然后就注意他了 把他送机就好了 但是我给他一个建议 所以这次出家人 这跟烦恼账没关 但跟暴账有关 你知道什么吗 出家人 你说你要住茅棚 OK 没问题 他两件事情 他大概三件事情没有做 第一 他没结界 第二 他是有放蒙山 因为蔡英功出来地址都有放蒙山 但是呢 他没有糟糕 这第二 第三 他房子 盖着 我们不能够说叫做乱七八糟 我只能说 求方便 整个气场乱掉 不聚气 每个房间都互通 一个 一个人住的茅棚 大门 加后门 加侧门 对外通道的门四个门 东西南北 里头每个房间都通 我这样随便算一算 包括楼梯门 上去的楼梯门 这样算一算 差不多十个 我这样没大了 没大了 你看 我们 我后来改建 修改那个 千华寺那个 那个慈恩了 你们迅速住得好好的 那个似人 那种大法会似人 有的大法会似人 跟似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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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不是简单的 你不亲近长老 长老就是有意无意的说 你不知道的 我还亲自去参观海工在大雨山的茅棚 我特别注意一下他的摆设 后来海工就说 他说你看得怎么样 我说老人家你有看 他说对 当时香港有一位很不错的三宝弟子 能够看地理 他有看 他的位置也是稍微有条 我说老公老人家我都来到这里了 你不给我一个东西做纪念 好啊 习账给你 我传了我们老和尚的一支习账 现在还在我疗房 不 现在我的小佛堂 这些都不一样 唱功也是啊 不需要说什么看什么风水那么严重 但是呢 你要有个样子 这些都你心中没典范 你不亲近长老 你就自己觉得你行 那就难了 流流啊 你就觉得很厉害了 那就是会遭 这样子会遭业障 遭了烦恼障 烦恼障就来 你心中没典范 没可靠啊 所以要有典范 典范是哪 从世尊佛菩萨 护法隆天 护法隆天不是要典范 护法隆天就是说 你要谦卑对他 要感恩对护法隆天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是你要限世中 你要有典范 我老婆是以前说的 小孩最后我怕一个了 怕一个人 意思就是你要有典范 现在人就是这样 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地掉 没典范 所以起烦恼障 无有救援 你就没信人 你自己去烦恼 你要去拿什么 人总是会破旁边 我要离开清凉寺 我直接打电话 大的人生抉择 我直接打电话 跪着问燦公 燦公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住几年了 我说住六年 可以 出来就要比好 他就要跟我讲 那我是他同意的 我出来就很笃定 可是他告诉我一件事 有缘还是要报恩 所以我从来 不会言我是清凉寺出家 清凉寺外面人家说他怎样 我也不会对他美言 但是那就是我出家的道场 我永远记得报恩 就这样 永远要居地职位 你这个烦恼还会有啦 但是至少少些 所以说烦恼障 是这样在减少 念恩 有典范 谦卑能感恩 因为你是凡夫一定五音次胜 那你五音次胜起来 你就没有一个限制啊 那就一发会不可收拾 当然啦 戒定会 特别是戒 那当然就没话讲 这戒一定要 但是说你做人的份上 不是只有戒 我刚刚说 连戒都可能增长你的慢心 所以我以前讲过 也有人长老这么讲 一人辞戒众人遭殃 为什么 他是拿烦恼心辞戒啊 众人遭殃 没戒戒 看到别人没戒戒 他这样很怨 这样子也 自己在起烦恼 让别人也害怕戒律 结果两将皆坏 守戒律的人他柔软 他也会做给人家看 或许他也没能力做给人家看 但是他会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他不会咄咄逼人去要求人 但他会知道说 都要给人家的机会 是这样 所以我讲过海公那个故事 有一次要去跟新田长老 文介长老 还有妙境长老 都是长老籍的 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以上 吃饭 那我身带里头带了个大摄影 大照相机 当年没有小手机 大照相机 他以为我带波 他就念我 你找什么 很震慑的问我 我说没有啦 我带了个照相机 嗯好 他担心你这个年轻人 直播吃饭 到时候去到餐厅里 你拿个大辣辣拿个大波出来 我们这些长老都吃完 那是怎样 是怎样 你年轻人要吃饭 那是怎样 那他不把它念 他也不会这样说 他也不会说你不准给我带波 他也没有这样讲 他说你带什么 震慑的问 他也没有生气啊 如果我外溢针带波了 他可能会讲一下 说注意长老在旁边 他可能会讲一下 只是说他当时有点紧张 他会问我一下 老人家他是性格比较紧张 是这样 那我说没有啊 他就笑一笑 你回来自己颤嘛 叫做不吃波吃饭 颤个小醉嘛 这就是你的事 所以说烦恼要注意 顾虑别人的感受 就是减少自己的烦恼 不是 否自己怎么样 叫做减少烦恼 不是 一定要记得 无论你有什么理由 一定相信我 对你绝对有好处 所以烦恼障 是修与不修通勇的 非讲他不可 当然是讲不完啦 但是呢 今天要入手修 我们讲的都是实战用 实际运用 不是我比较厉 不是 是我烦恼那么多 久病 不敢说成良医啊 久病有经验 就这样而已 所以凡事 遇到这些事情都这样 至于 有没有一个字 烦恼的根本要 有 下一堂课再说 向下文长 负以来日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誓言度 众生无边誓言度 烦恼无尽誓言段 法门无量誓言学 佛道无上是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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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归以佛 至归以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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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无上心 法无上心 至归以法 至归以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身如经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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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如海 至归以身 当愿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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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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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言佛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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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报誓众恩 上报誓众恩 下祭三毒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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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见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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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发菩提心 西发菩提心 禁止于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拉慕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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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家事务